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宇宙到達現場了 我們先看一下跟市長有關的意思要 市長那你也會Over My Day Bobby 主黨一國兩制嗎 所以韓國瑜現在跟王世堅各良好了是不是 所以現在民意的趨勢是不要一國兩制 可是大家還是一直在質疑你在這一方面是不夠堅定 什麼叫不夠堅定 這就是算了 我跟你講我們活在這世界上 自己有想法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需要去跟大家一起欺負 但是你這樣子外界對你是會有一些非常多的誤會 唉唷 我跟你講人活在世界上也不要怕人家誤會 你只要做久了人家就知道你在幹什麼 市長那你也會Over My Day Bobby 主黨一國兩制嗎 Over My Day Bobby 主黨一國兩制 所以韓國瑜現在跟王世堅各良好了是不是 OK 回到現場 因為這個韓市長在肇事大會場說Over My Day Bobby 他絕對反對一國兩制 那你要用這個王世堅議員這句話去問韓市長 市長開個玩笑說柯B酸說他跟王世堅各良好嗎 他是韓國瑜了 為什麼兩個人都共同用同樣一句話 我想最近有幾個很重要的新聞訊息 特別邀請余修到現場來麻煩您跟我們做進一步的聲明解釋 或者必要的澄清 上禮拜我們在節目中提到說有一個蠻確定的來自藍寧高層的消息 傳出說這個蔡英明董事長觀察韓國瑜市長選情到6月15號 如果民調持續低迷的話他可能就會收手 原文就說收手 講話的人手還比一下說收手 就沒要聽到就對了 隨後很多新聞訊息出來說 在上個禮拜四的晚上 蔡英明董事長見了柯文哲市長 同時我們看到我們的好朋友黃世聰 這是我們經濟系的高材生 他說蔡英明有備案 韓如果初選敗的話 將改挺柯批 到底這事情是有還是沒有 第一個 禮拜四晚上 剛剛主持人講禮拜四晚上見了面 這是鬼扯 第一個 因為當天的行程市長是在淡江大學演講 那都有直播很久 所以沒有這個時候差不多去見什麼人的 有沒有見過蔡英明 以前當然有 那有可能沒有 但是你要指特定的時空環境 市長很坦白講 這兩個月以來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首勢收手 不挺韓市長的 蔡旺旺不挺韓市長 跟黃世聰黃大哥講的那件事情 這兩碼事 他也被挺像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紛紛擾擾很多 我們常常看的叫做軍機訊息一萬遍 每天都有讓我們很沈默 就像這個 所謂的見過蔡英文總統 說這個不選舉了 是 當他從北門之後也沒有見 他會來說什麼 這個不選或是如何又如何 你看總統也否認了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等一下聽就好了 聽就好了 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再度要強調就是說 沒有跟蔡英文見面 沒有 柯市長沒有跟蔡英文董事長見面 沒有 也沒有如 這位國民黨的高層所說 也跟蔡英文總統見面 然後某總統還提到說 我繼續把市長做好 那麻煩中央政府 把雙子星按部分的某些 需要中央協助分 趕快把它做出來 都沒有這個事情 就是像我們在講 假新聞講那個訊息 有一個很恐怖的地方都是 譬如說三分是這樣 七分是這樣 稍微給你討論一下 譬如說市長 確實是有講過說 初選 我的雙子星 你也稍微看一下 到底是中資 不是中資 他會議上也講他 說民進黨初選都結束了 那到底他是不是 其實 就算認定他真的是中資 或他股權結果有問題 我們也早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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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準備 不然要換選還是怎樣 不然每天做金要修理 不是順利 所以我要一再請他 有這個事實話 希望中央能夠趕快處理 但是怎麼會去他 套做寫小說 那跟總統說 我不選總統 但是你幫我解決這個 這個八竿子大夫爪的兩條 所以我是覺得 雨昇最近還有一個 也很有趣 今天陸陸續有新聞標誌 跑出來說 國台辦稱讚柯文哲市長 因為蔡眼榮去當柯文哲市長 大陸小組的顧問 蔡眼榮跟蔡眼榮 名字差一個字 他是誰 旺旺集團蔡眼榮 董事長的哥哥 叫蔡眼榮 因為他是神旺大飯店的董事長 上次我在這邊專訪 這個柯市長的時候 我也提到說 外面有提到說 包括胡志強前市長 也是台北市政府的 大陸工作小組的成員 那包括現在還有一位 新的成員是 中時電子報社的社長 賴岳謙 OK 你對大家外面 這麼多人事上的聯想 是不是說蔡眼榮董事長 跟柯市長之間 有一個特定的所謂 一種互動關係 我想這部分 你應該做節目 簡單講 那三個名字五個字 在國道蔡兜 都沒有嗎 不是 胡志強 胡市長 他是大陸小組的成員 他有什麼顧問 沒有顧問這件事 第二個 賴岳謙 早就不在大陸小組成員裡面了 你抄的是清朝時代的訊息 第三個 在公書圈都知道 蔡眼榮跟蔡眼明在那裡 是完全不一樣的走向 一個叫旺台基金會 一個叫旺中基金會 坦白講蔡眼榮蔡董事長 跟我們民進黨其實 捐輸頗多 民主運動到處都出了 一般都說 他是比較親近民進黨的企業家 所以我說 敵戶造態 那裡面為他人命中的叫胡志強 但是支撐也不對 他不是顧問 他是成員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那個訊息頂頂踏踏 踏到最後就 創作一盤說 不然你吞下去好了 那你判斷 這個消息是從哪裡接出來的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 都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扣帽子 今天沈烏雄沈醫師在這裡 我就很感慨 我未來上節目知道 沈大老要來 你看他從很早以前 你就在講那個 愛台灣的幾個可能 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急呼說 那個愛台灣的成分 不因為你怎麼喊 你看像總統也講 昨天在金門大學講 不必然要對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敵意 我們也不會說他講錯 只是說 我是覺得 你一定要這樣扣 而且那個蔡英龍 那根本 食菜大家都知道 賴月間早就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提 OK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有點 所以我想這也是 特別找余修今天來 把一些目前在新聞傳播 或是網路傳播上面 一些相關的訊息 透過你做進一步的說明 回到Amanda這邊 這個最有一個國民黨黨內 出選一個訊息說 國民黨將三總統為 當然黨主席 這樣子的一個內歸 王近平說 只要黨代表沒意見就好 那國民黨擬休總統和黨主席 脫鉤 郭台銘董事長說 那是黨中央的事 似乎郭董選舉到目前為止 對國民黨這個龐大的黨機器裡面 有的不的奇怪事情 他似乎都抱持一個說 不聞不問的態度 他只專心回應人民的期待 OK 蔡出現加速綠營的整合 王院長中有一個說法 說人家都已經有代表出現了 我們還在比武招親 不死也拔掉命了 你目前對整個國民黨 初選的最新的進程 你的評估 我覺得剛剛我們也提到 就是沈大佬說 人家說對手越來越強 然後趁散我再不敢當 因為我覺得 所謂的對手越來越強 應該是指說民進黨已經整合完畢 是指民進黨越來越強 對 人家已經整合完畢了 好吧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蔡政府 不管是他換了中選會的主委也好 或者今天他們在立院要打算 就是把公投法給修了也好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已經整合完成 他現在其實就是在看你說 國民黨到底要做些什麼樣的出招 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我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從來從開始加入這個初選到 選到目前為止 我們從來沒有認為我們的敵人是 韓國瑜韓市長 我覺得今天在這整件事情 從我們開始參選到今天 我們對於高雄不管說我們要去投資 買農產品 依舊持續在進行 這兩天我們在臉書上就去了雲林 事實上雲林他們也是等於說也是幫韓市長 在台上高升疾呼 但是我們承諾雲林的是 郭台銘是雲林的總顧問 他們有一個瑞春醬油 我們也馬上用大數據小組 去幫他做的傳產的提升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做出了一個小的案例 來告訴大家說拚經濟可以有什麼樣的做法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國民黨應該現在創造一個氛圍 就是說當我們大這個初選結束以後 我們會用一個什麼樣子的對型 或者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台灣人民對於國民黨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中間出現 例如說什麼黨中央 去認為總統跟這個黨主席 到底要不要是一致的還是 我覺得應該說這些現在都不適合談 為什麼 這會讓台灣人民覺得說 你國民黨就從以前到現在就不長進 你一直都沒有辦法讓人家覺得 國民黨就是要跟一般民眾站在一起 大家關心的事情你不關心 你關心的事情大家不關心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一直以來郭董事長講的 他也知道他講的話 或者他希望的一些制度不見得有用 但他一直提出來 他從一開始到黨中央 去領那張榮運黨證的時候 他就有講 他說國民黨一定要有改革 國民黨的改革 必須讓人民感受得到 這個黨在明年重回執政的時候 才能贏得人民的尊敬 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建立制度也好 讓大家沒有疑慮也好 或者黨中央對於初選出現的這些狀況 事實上黨中央應該要有一個態度 來團結大家 所以我覺得今天其實 我當然不曉得謝龍介先生他講的那句話 敵人到底是誰 但是我希望那個敵人是民進黨 我希望大家能夠關注到的 就是國民黨真正的敵人 明年2020要做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真正的敵人是民進黨 而不是自己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要創造那種 很恐怖的氛圍 說什麼誰越來越強了誰怎樣 坦白說我覺得當今天 跟民進黨已經完成了他的初選 而已經整合完畢以後 我覺得不管是在網路上 或者在各種的攻擊的態勢上 他一定做法就是來分裂我們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不能夠 就是叫輕者痛仇者快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整件事情 應該說不管是韓市長也好 或者郭台銘 郭董事長也好 他今天已經不叫董事長 他叫郭董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會好好的 去保持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而也希望所有圍繞在他們中 這個邊邊的這所有支持 大家的群眾也好 都認為說我們是在中華民國 我們是希望中華民國好 我們進日下之前有一個小題目 再追問一下余修了 最近因為民進黨初選已經結束 相關的民調內容都已經公諸於世了 民黨初選蔡英文收服年輕選民 林卓水說柯文哲麻煩大了 他是在20到29歲的選民制度上 蔡英文以38.9的支持度 贏了高雄市長韓國瑜的10.9 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的36.9 也非常高 看韓國瑜看多低 但36.9已經輸給了蔡總統 前民黨立委林卓水認為 這次是柯第一次的年輕人支持度落敗 顯然天然獨終於受不了了 柯文哲麻煩大了 您的回應 第一個 今天不一定會算 OK不一定會算 這第一個 他講說50萬之後沒有投訊 事實上他還講過說 這好像不是孫子總統可以改關台灣的問題 這個他在議會公開講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至於說民進黨 這是當來籌算的數字 這個解讀有很多方面 總是希望我們好的 希望關心的我們就給他聽 我們就給他動作為了六壞 沒關係 就看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不過我還是要講說 其實這個數字頂頂塔塔 高高低低 那如果這個 這個螺水 那個螺水在說 麻煩大了 那我們也沒什麼不好 就把它當作一件事 要這個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其實就是說 阿伯說高低的價值沒看 要好好包起來就好了 好 意思是這樣 就看 好很多解讀 其實也沒什麼 好多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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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解讀